起步 走 发生什么事 总统府西大门的卫兵居然变成 星际大战帝国军跟反抗军飞行员 原来是总统府别出心裁 选在世界星战日 邀请台湾粉丝参访团拜访总统府 还特别安排这些星战迷 与卫兵共同数位总统府 星战迷们开心促勇着 副总统陈建仁抢着合照 副总统开心摆出星战招牌手势 说出愿原力与你同在 笑称这是总统府 第一次接待来自地球以外的朋友 但只要这些朋友 是为了和平而来造访 总统府都非常欢迎 今天我们总统府的尤达大师不在 但是呢我要引用尤达大师的一句话 size meters not 所以各位绝对可以发现 我们台湾是比想象中的还要来得大 星战迷们今天相当捧场 每一个人都拿出鸭箱珍藏盛装出席 穿着丽雅公主奴隶装的 Mona受访时表示 自己是第一次来到总统府 由于这套奴隶装比较清凉 还特别在行前请专业裁缝师 做好补强 应该说非常的兴奋期待吧 就是大家前一天都很晚睡 然后都睡不着 因为May the Force的发音 跟5月4号相近 所以这一天便被星战迷们 定为世界星战日 各国的星战迷都会想出 各种方式庆祝 台湾的星战迷表示 从没想过可以走进总统府庆祝 而且还变成一场正式的活动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 王兆坤 总统府采访报道